感谢咱们NPC 因为我女儿能得到这样的成绩 我是真心的这种感谢 因为我女儿收起来的时候的作品 和她到最后作品集呈现出来的质量 是一个很大的费药 所以那我很感谢就是 安老师对她的那个叫做一个中和的一种指导 然后像小安老师专业技术的指导 像张老师给她的升学了 包括小秋老师升学那种指导 包括系指导填表 我认为就是保姆及时的服务了 所以我很感谢她 然后把孩子送到NPC以后 我真的就是成了那种叫衰手掌柜 我就说我现在就是你的司机和保姆 需要什么我配合你就行了 所以我是很感谢她 我也很感谢老蓝大 她认识我努力 她的努力 然后她取了今天的成绩 我也是 就从中心里 我也认识她改名了 并不是叫做一个很偶然 一个很运气 因为我就看到了她的努力 我知道了她为了一个作品 她是整过去脚尽脑汁 然后整过去熬夜 然后她对她作品不满意 她又整过是三万两次的改 所以我从心里我也认为 是一种好运 刚才我说她得到的 她得到的这个结果 不是运气 是她能力的结果 但是为什么又说好运呢 因为勇气和那个MPC结缘 这是好运 就等于就要强强联手了 就是你好的孩子 在正确的老师的领导下 不能达到她的期望 那好的学校 有这么一个好的表在内 也能达到老师所想要的一种树情 就等于是一种双眼 所以这块我认为是好运 就等于MPC流畅的学生 包括我也希望在未来都能有这样的表 那就是一种双眼的一种大功收 接她欢喜 我认为这都是好运的 从先讲后是很难 对她来讲确实是很难 一个在日期待不少 就是在时间的安排上 可是很难 真的是肉眼可见的辛苦 早晨八点多要到学校去上学 一切儿要上到下午三点 三点没有休息 接着她从学校赶到MPC 中间如果饿的话 都是在车上吃东西 然后到了MPC以后 一直到晚上 回到家就快九点了 九点还要赶Login的作业 就赶学校的作业 还要赶MPC的作业 同时呢 有时候还会在建国一些社会的公司 因为还是希望她 就是在学业上 有时候在平衡上 还要比较完善 尤其是她很忙碌的一五小时 她也要去完善 包括在MPC或者也 把她起过来的一方小时 所以呢感觉呢 首先就是很辛苦 很累 然后呢 从另一个角度 她认为呢 也很收获 所有这些辛苦 所有的她遇到问题的一种惠惑 解决完问题的一种事 她认为也是一种收获 尤其是这么年纪 就是叫年纪轻轻把这个年纪 就能得到大专班的这个时段的一种进修 对她来讲也更是一种收获 所以呢她也很感谢这一方 就等于是在同龄的人中 都拿到了高中毕业的时候 她又有了一个就是大专进修学业 成为一个经验 她对她来讲 她是很幸运的 尤其是呢 咱们NPC的人 这个大专是干颜设计才穿 而且呢 咱们干颜设计 不论是对她 或者对类似学业的孩子 其实都是一种 我想是叫服役 因为孩子在最后 进入密集的作品集 那个创作的时候 肯定也要去做这些工作 在咱们NPC大专班 所学的这些东西 其实和她作品集 会起到一个很助力的作用 很帮助的作用 孩子不会再花太多格外的时间 去在这方点 就等于她的愿意收入收获 就是自己带孩子 就是我就是感觉到 家长是孩子和同步成长的 因为呢 又不断地去了解她的喜好 要了解她的优势和短板 然后也要和她聊 要追求孩子的选择 所以呢我们呢 就是和姚甲俩 是一路聊出来的 聊出来呢 然后来了一个最简单的方法 首先呢 见她小的时候呢 我让她试 所有东西我都让她去试 这样的话我就感觉到 试才能知道她哪个更专长 然后试才能知道 哦 哪个不喜欢 这样呢也不盲目 也反而节省了时间和金钱 等她试完之后呢 就知道了哦 对她来讲 她能拿起来的就是画 因为我所有的 不论是乐动的 还是乐器的 还是爱好的 全部都试过 没有不试过的 包括起码 然后呢 我们呢就有一个目标 你只要试完了 这是你自己选择的 那你就至少要坚持 第二个呢 画画我 我认为你是一个技能 就感觉一个海人 首先要寄一方式 如果没有寄呢 的话什么都没看 所以呢 这个她也是个 所以她比较近视 也很大 这个确实是她的爱好 而且呢 也把她的前世都发出来了 她就喜欢 从她小时候开始接触画画 没有 就只要接触过她 老师没有一个不怕她的 都说这海将来是个妙子 说她就想一口神经 就不断地挖掘 就能她会源源不断地给你惊喜 无论是新云老师 我也曾经在小的时候 那其实我新云老师 就不怕把她的思维给狂了 因为会把要求的就是一个天来星空 然后随着她的就是叫年纪 年纪吧 就是年龄成长 她的就是跨到了初中 然后呢 她就要面对她的专业的一个学区 所以她就开始然后拍出发 开始她就说 你没有喜欢 你首先说你最不喜欢的 完全最不喜欢拍拍拍拍拍到最后 那就还是画画她最喜欢的 当她到了九年级的时候 或者是十年级的时候 就开始考虑 那这时候就是家长啊 就是作为家长就要考虑到这时候 她的专业学校 她的申请大学 所以呢 我们就开始呢 就是作为家长就开始要帮她故事 或者是发现资源 让孩子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指导的学校 而且呢 如果我们家呢 还是能让民主 我们家都是先民主或集中 还是民主 我把资源给你 然后让你来选 就是孩子喜欢的才是重要的 因为孩子要和这个学校有个磁场嘛 相互卖去 她可能发挥的更优 所以呢 给她还几个资源 都是很好的 给她加拿着几个资源的 资源连几个优质资源 然后让我孩子去选 她也去试了 最后她去试了 她就联系 她就联系在适合她 所以我们又来到NPC 大概就这么一个情况 而且由她的话来讲 一个她在NPC的话 她就感觉到很舒适 她说整体的环境 她说很舒适 我们这位老师 还是先民的学生 她就感觉到很自由 她在这个东西 叫做NiMaiSan 也能感觉 这她喜欢 最后感觉到 孩子喜欢最重要 把适应孩子的老师 环境对她两个人 更有助力 所以 这个事很大力的 也是由于原冷的 和NPC相识 她达到现在的 这么一个成绩 我认为 NPC是给她助力的 而没有NPC给她的助力 让她们迷失点方向 所以很感恩 这块呢 是从她的个人的 就是个人的习惯 和她的一种叫做特质 因为呢 我呢 就是作为家长 首先了解孩子 我比较了解她 我知道她擅长在NiMaiSan 而且她的语言组织 能力非常强 尤其是她提高 气力的能力非常强 所以我就感觉到 NiMaiSan 她这块很适合 感恩设计 而且呢 已经是在安老师指导下 然后呢 又经过咨询 安老师 然后从安老师呢 然后得到了大量的咨询 更来作证我们的想法 然后到最后 就让人的感情设计 是比较适合她 我对她的期望吧 我都始终没有改变 我给她讲过 健康幸福的生活 这是我对她最大的希望 我说你开心 你什么都重要 哪怕就是你没有上大学 你只要开心了就行 所以拿过她的开心健康 这是我最大的希望 她自己做她自己想做的事情 这是我最大的希望 然后如果要想对杨莱莱讲 那我还是就是用她的话来讲 就要逼 myself 然后呢 做任何事情 要不断努力 她曾经说过 我不和任何人逼 我就和我自己逼 和我自己逼呢 但是我一定要每天进步一点 我拿今年的成绩和去年来比 那我成绩一定要进步一点 只要进步一点了 就只要我在努力了 所以呢 非常任何她做一点 所以如果给杨莱莱继续的话 就是一 让你开心 第二 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第三 坚持自己的方向 每天进步一点就足够了 这就是 咱们现实的感悟 也是她一路走来 就是这样的 所以呢 我也最后说一句 确实是很开心 因为孩子的这个契机 我认识了NPC 然后我感觉到 我已经和NPC 成为很好的朋友了 哪怕我孩子 从NPC毕业了 可能我们也会保持 一个很良好的联系和互动 其实这块也算是 从安老师身上学过来的 因为我发现 孩子有的已经都 在大学里了 但是和安老师始终保持了 一个很好的联系 所以这可能也是NPC的秘密 我感觉到 它是一个很好的土壤 它有一个名词 就这么讲 浮化器 它不论做任何事情 都会面临资源 有好资源 有不好资源 不好资源会导致孩子中心 好的资源会给孩子助力 会缩短时间 会让他 因为助力 会让他更有信心去做这个事情 我就发现NPC 因为它就在潜移默化中 已经把这个资源给达成了 这是什么呢 就是可能现在是 孩子只是眼肉眼了 看到的一种升学 但是对于他未来的实习 未来的工作 或有可能他未来的创业 都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土壤 因为NPC和这些学生的一个联系 而且呢都是在一个艺术领域 那将来假如他们要是工作 或者是创业 他们可以直接有小进入创业 一马就想了 就像一个六十年就前来了 而且这个呢 也是我常常对杨莱娜讲的 我说并不是咱们像人家讲的 叫做什么 我其实是这么讲的 很功利的去要一些人脉 我是想但是有一些好的人脉 是你将来让你是宽以半步的 而且呢现在已经到了合作的时代了 你不论学生或者老师 学生和学校 学生和学生 还有你同事和同事 只要来的创业 其实都是一种合作 合作目的就是达到共银 对 那共银真的是 你发现了一个好处 一个好的合作对象 你真的就能很轻易达到共银 所以那就NPC 已经前例过 把这种一个复发器了 像我也接触过其他家 我呢也感觉到 每家都有特色 都很棒 老师也都很棒 那个NPC这边呢 也有他的特色 NPC特色那就是NPC那是从孩子的角度去考虑内心 那它呢就是就像家长去对孩子的寄训是一样的 它是发着内心的 它没有就是我的感觉 它没有把它看成一种生意 它呢是把它看成一种苗 它是来灌溉它 它是希望它长成一种产天大树的 这是我在NPC这边 我自己干部的 所以我就最后能做到一个甩手掌柜 因为作为家长做的甩手掌柜是不负责的 从那个角度来讲 但是呢如果家长帮孩子就是找到了 很适合他的呢 那干嘛不做甩手掌柜呢 因为叫术业有专攻 你家长到后期是孩子的朋友 是陪伴孩子 你没有各方面的技能去帮助到孩子 那你只有帮孩子找到更好的帮助到孩子的那 那才是你家长要做的 那是你家长要做的